六个月以来的首场记者会上总统当选人川普杠上CNN记者 他抱怨情报机构泄露他与俄国交往的假消息 也批评媒体传播假新闻 不过他许行记者会的重点是宣布将他的公司交付托管 而且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公司停止与外国签约 川普在记者会上没有谈到一中或台湾 但他重申对大陆的批评 川普赞扬福特和菲亚特将境外投资撤回美国 并呼吁通用汽车公司跟进 他说他要做最大的就业机会创造者 为了避免利益冲突 他还宣布外国政府官员入住川普饭店的房费 他要全部上交国库 记者张国华综艺庭 华盛顿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